大家好 月季是一种开花特别漂亮 而且特别清香好闻的一种花卉 但是开花再漂亮 你也要让这个花卉开出花朵来才行啊 如果花朵都开不出来 你再夸它的花朵也是白花 那么养这个月季如何正确和高效的给它吹花呢 我相信很多花样也比较好奇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月季如何吹花是最高效的 给月季吹花并不困难 第一个就是要给它做修剪 这个月季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修剪的植物 如果你不给它修剪它就无法开花 因为它的枝条在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特别容易长成芒枝 芒枝就无法开花也无法生长的一些枝条 所以要通过修剪把这些没有用处的枝条给它剔除掉 才可以让月季更好的开花 第二个就是光照的问题 月季对于光照的需求量也是特别的大的 一般我的月季都是放在露天的环境下面去养的 所以它会长得特别的壮 而且开花的颜色会特别的娇艳 光照充足 而且空气足够的流通 它病害也会少 所以这个月季才能够长得好 开花多 第三个就是给它用的肥料 没有给它用的到位 很多花样给它用的肥料 都是给它使用磷酸热氢钾 其实磷酸热氢钾它的效果是有的 不过给它灌根的话 这个效果就会特别的差 我们给它灌根的这个吹花肥料 最好是给它使用这个花多多二号 花多多二号里面 不仅仅只含有这个磷元素 还含有一定的氮元素 对于这个月季吹花 还能够促进它的生长 我们用这个磷酸热氢钾去给它喷叶 花多多二号去给它灌根 这个效果就会特别的棒了 如果你也不会给这个月季做吹花的话 那么这三招也许就适合你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